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计划》 杜鸟 《教室》 杜鸟 《教室》 《教室》,杜鸟 《教室》 套年熟雞的朋友今年衷太歲 加上無隔經雙照 文事要低調 加上要空聲代表今年 可能很多次的計劃都會很多難重重 熟悉的人不妨今年跟自己做多一些計劃 記錄不同的計劃 等待自己成熟的年齡才可以好好實現 健康方面身體會有少少的毛病 不過今年會在年底會墊入街景好好保養 明年健康運會再次提升 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們在年頭會比較差 年尾會相對非常理想 今年熟悉的人是一個桃花蓮 貴人牆有吉星子微星 在十二生肖中是最強的生肖 代表事業、學業更上一層樓 記得在這段時間集合你身邊的人 作為一個社群 令到你自己的工作關係或學業上的書有特別多 不過我十九朋友今年也會受我們三個空星影響 會令到你有財物損失 另外兩大空星就會令到你本身計劃好的事都會被破壞 為地面個人資料會有損失 記得自己做好多保護 買多一些保護的產品 令到你自己的電話裡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亦都留意自己會不會很容易被電話 可能 好 熟悉的朋友今年有天童和平均 大家聽說 大家在職場上和學業上有很多機會 而且是展出一些領對才能 尤其是籌備活動 以及在公司或學校的群組聯絡中 是特別順利的 今年大家記得在大家的面前 可以展示領對才能 讓你的事業和學業更加暢動 另外屬之根本也有逆馬聲 多些是外出旅遊有助幫助你的事業 可以更加順利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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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